据台湾媒体报道 赖清德的行政团队名单陆续公布 近日传出台卫府部门 台法务部门和台教育部门的副主管人选 已经内定由连任民代势力的 民进党籍前民代林静怡 黄世杰和张廖万坚出任 对此岛内媒体人黄阳明表示 相关传闻令他毛骨悚然 因为民进党就是这样培养人才 难怪党员如此忠心 台媒子贤报道称 在今年的民代选举中 民进党籍候选人张廖万坚 林静怡 黄世杰 分别在台中市和桃园市的民代选举中 不敌蓝营民代而连任失利 然而对于民进党籍民代来说 失败并不意味着下台 而是有了更好的位置 民进党这三位败选的前民代 将分别担任台卫府部门 法务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副主管 对此台湾媒体人黄阳明直呼 民进党果然是输越多官越大 且任命败选政治人物为官员的败选者联盟 将进入3.0版本 也许未来还没有公布的还会有更多人 未来就变成说 民进党你今天败选了 我一样有位置给你 反正执政权在他手上 所以我说这个叫毛骨悚然 他们的人才就是这样来培育 所以为什么大家对党那么忠心 对此有岛内网友之言 民进党无耻大将大集合 有人讽刺笑死民代选不上 直接演都不演插位子给你 小学选班长都不敢这么搞 也有人笑称颜色对了 又对党忠心合错之友 还有人无奈表示 看来又要受骗4年了 年轻人苦苦吧 此外在这三位前民代中 争议最大的就是张料万坚 2018年台大校长临选引发卡管案 台教育部门找出种种理由 拒绝为管中敏发台大校长聘书 引发社会强烈反弹 张料万坚当时被称为 卡管案的第一打手 指控管中敏论文抄袭 违反学术伦理 让管中敏对张料万坚恨之入骨 痛批张料万坚不够格当民代 当初就这个家伙 带头出来当打手 可是因为这样子的背景 就有办法当上政策吗 我真的还是要画上一个问号 特别是他当初对于管中敏的 这个论文案 所以你看他这件事情 就是造成他这一次在西屯 落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廖伟祥知道 一定不断提到管中敏 管中敏那管中敏又公开的 就说他这完全不配称教育立委 这件事情是张料他落选 虽然不甘心 可是他必须承认 这个卡管的 他公开的指证 这个管中敏的抄袭 这个是完完全全对他最大 我觉得他根本就是还没有开始 讨论教育政策 他就必须要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